咖啡肉默就行了 咖啡肉默 咖啡肉默 彪哥我看你倒了一大锅的油 大半锅的油 要做什么油 要炸一锅 这个要油炸吗 油的炒炒固油了 不是红烧吗 红烧的炒炒固油了 要它要加一匹 但是顺利 顺利 好 现在要煮几条 还有小洋葱头 光光就将这些东西进去爆香 编出这些五味菜的香味 五味菜的盘味变成了油 也变成成蔥油 油已经是有香味了 是呀 这个桃花皮去吃了 桃花生炸 但是抹桃油主要一包炸 它就过不开 好 鰻鱼头先炸 因为鰻鱼头体积比较大 需要的时间比较久 然后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下锅 要最好盖上锅盖 因为里头水分还是比较多的 油会溅起来 这让我想起了当时我们做的一道菜 明天有鱼 这开鱼轻轻轻轻轻轻轻 要搅动它 一下锅就搅动 还是下锅一点点时间以后开始搅动 这么多贵了 漂亮的 开鱼就这样 要炸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变身 炸磨一变身 这蛮鱼头已经有点焦色了 这个时候葱再回锅 葱再来 你用油浮沫了 油炸没人可以用以后 那你浮沫还这么干干 噼里变了 用烙勺滤去油 锅里头还留一些油在里头 这时候其实这个鰻鱼 基本上都已经成熟了 都成熟了 那就得搅拌了 放味道了 这好多的鰻鱼板 没有 这鰻鱼板 这鰻鱼板 然后顶鱼板 这鰻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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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鰻板 也是要糖 那后来它鰻鱼板 都喜欢鰻板 这糖可以起到一个调色的作用 对 不过 这鰻鱼板 这鰻鱼板 你再烤一块碎 鰻鱼板 我再炒一块 但是最板得我们 我盘 这最难搅拌 老鱼板 鰻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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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浅浅的 底下有一層 那个汁就好了 你家里那个葱的味道在里头 这个汤汁出来应该是有点像烤蛮的那种味道了 这个汤汁出来应该是有点像烤蛮的那种味道了 因为就是我盐巴 已经用盐巴腌制过的 太酷了这道菜 那脑皮那个不怕到那 不怕干物的 哪里在炒 你把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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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现在来鑽仔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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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 讲 Bach Joel Olhaabi 就把它的汁 都收干掉了 不要有汤汤水水 放一些就好了 gameplay 现在是把鸚鱼复养回来 這牠魚剛才很難 這牠是很軟的 是 那牠的牠很難過 牠的愛戀 但是牠的牠很難過 彪哥還給鰻魚做了幾隻腳 像一隻飛龍一樣 我覺得你那蔥種得 有點像椰子樹的感覺 這魚瞬間有了熱帶的風情 彪哥 那我們現在這蔥燒金錢蠻 就是完工了 完工了 看你擺盤擺得這麼漂亮 我都不捨得吃 這沒有一個牠的 叫第二個牠的 來嘗嘗看 經過彪哥 油炸 然後再紅燒過的這個 蔥燒金錢蠻 它那裡的肉質 還是非常的潔白的 而且肉厚少刺 吃到嘴巴裡頭 就可以感受到 有非常多的膠原蛋白 有膠質在裡頭 吃起來嘴巴黏黏的 但是一點都不會 讓你產生油膩的感覺 這道魚現在擺起來看 可能是有點複雜 但是其實它的做法 在我們阿彪的演示下 應該是很簡單的 所以簡單 應該當然是簡單的 所以電視機前的您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試著做這一道 蔥燒金錢蠻 那麼今天的有味有醋 學做蒲鮮菜 就到這裡 再見 謝謝 謝謝 進來 很久不見 在這裡 美味往往生藏于 朴实的外表下 鲜香而不张扬 对于主食 它们更是赋予其深情 不断地挖掘其精髓 运用好每一样食材 使朴实的食材 也能焕发出别样的风味